我徒弟多 我们家胜口多 我那个徒弟们有很多的荣誉 我那胜口都拿大奖 得冠军 加油 加分6啊我 怎么跟生活不一样 余老师还有很多成绩 他有什么成绩啊 余老师讲过话剧 全国巡演 我儿子的话剧全国巡演 余老师拿过澳门影帝 我儿子 大澳门影帝 余老师是国家三七演员 我也看过三七的那个演员 这个演员的片子 不管怎么说去澳门拿奖 就是我儿子 我徒弟多 我徒弟多 我们家胜口多 我那个徒弟们有很多的荣誉 我那胜口都拿大奖 我那胜口都拿大奖 得冠军 加油 加分6啊我 什么跟胜口比啊 游戏 邭队 但大爷 朋友多啊 是不是 哎 整个娱乐圈 影视圈 我都是朋友 我整个夏天界 我都是朋友 不对 我就是相声界 但是您为什么跟娱乐圈交朋友 No.2 就我这肾就别交女朋友 你看这套甩 了解了吗 了解什么都了解 这都真事 其实那会啊 追的这个很多 高富帅小白脸 官二代富二代 是啊 有头有脸的 长得好看 大高个儿 英女潇洒 各种各样都有 知道吗 最后选择了她 有人偷是问过 说这么些人追你都挺好 你怎么选择一说枪 对啊 姑娘乐乐 说什么 就选她怎么了 怎么呢 就她不打呼噜 错 No.3 什么 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首先吧 感谢脱口游大会 栏目组对我的邀请 是你们 让我体会到了 挣钱不用分账的快乐 No.5 为什么叫德云舍啊 德因为他德自贝 云是他下一辈叫云 很简单 德云两个字 各在一起 那就是从你这一代开始 对不对 师傅那辈没算 没有 我们这本来也没有照着向上界的牌字走的 就是我自己家里字叫德字 就没改 后来徐德亮张德武就随着我一块叫下来了 就取这么一个字 德字贝有多少人 现在我们跟向上老的德字贝是有区别的 我们这个有三个人现在 那云字贝有多少人 云字的有十个吧 是不是必须都得改名啊 不是不是不是 那怎么都云云这云大的 便于管理 过去来讲吧 好像就是也是为了确定辈分 德受保闻 余老师你不用改名是吧 我不用 我确德 你师傅就说 小石 你瞧这孩子 在台上这相上 感觉这个状态 太太好 这是他原话 太好 你听他那个嗓音 那么红亮 那么清楚 太难得了 真的吗 而且 这孩子那刘 就是唱歌 这刘 特别好 刘什么相声 而且 难得 他有调门 就是有高音 难得这孩子有调门 哪种不足啊 就是个儿孩子 过年 如果是天津人 天津人从大年三十开始 年三十 就是到初一十二点之前 我们可能要 要吃肉馅的饺子 十二点的钟声一敲 算初一了 要吃素馅的饺子 初一饺子 初二吃面 初三是盒子 初四是老名小鱼蛋 这是天津的老民俗 每家不一样 鱼老家可能也不太一样 他们各种汉堡呗 初一趟地串买了 认识我吗 还认人吗 没事啊 准行 能挺过去 不叫事 还这么些老太太呢 别想热事了 喝水吗 喝不喝 扶您喝点水 不喝 吃点东西不吃啊 吃不下去 猪奶 别提这个 女鸡 喝 来点什么呀 我要小姐 早就该死啊 什么时候了 要小姐 她要方便一下 不是这一辈子 都踹寡妇门 到这时候 你说什么文言呢 你说 说结小手 不是就完了吗 我记得那块烧饼 给您买了一碗馄饨 买什么 馄饨 您听着什么了 老北京人说话就这样 接近郑州方言 你买了一碗馄饨 馄饨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小二你再说一遍 少兵群搬了一碗馄饨 你刚才斗到馄饨 咋了 你要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 他讲不叫说了咋了 你当那个桌 我买了一碗馄饨 我买了一碗馄饨 就这么说好 但是我买了一碗馄饨 买了一碗馄饨 买了一碗馄饨 好 老板 我愿意 它说一遍 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饭 给您买了一碗饺子 心情正沮丧的时候 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哦 介绍 相约在外边见面 天挺冷的了 是吗 暮夜尽脱西风正近 北燕南飞以至深秋 哎呦 冷了 我们两个人坐在公园的大厂椅上 我仔细参观了一下 看了看 大约有个一米四左右 倒是般配 这小脸蛋 紫巴筋的 紫的 长一脸血斑 我怀疑是不是给LV带颜的 没听说 带颜也不能画脸上啊 他的长相已经偷破了人类的想象 是啊 这个妇女实在太好认了 极具后现代风格 准有变形金刚的血统 没听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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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